国子剑来了个女弟子这部剧里 赵露丝扮演女主桑琪 徐开诚扮演男主燕云芝 而任豪则扮演了男二号监反派卓文远 因此大家也很好奇 国子剑来了个女弟子卓文远结局是什么 卓文远在剧中也是家世显赫的 是桑琪的青梅竹马 为人心思狠毒 似乎喜欢桑琪 但后面害死了桑公的也是他 桑琪进入国子剑之后 跟卓文远关系也很亲近 但短暂的美好过后 卓文远的野心慢慢膨胀 他想要做皇帝 为此不惜伤害桑琪 在如愿登上地位之后 将已经新部署他的桑琪用手段留在了身边 他的残暴程度相较于李承鄞 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比他还要狠毒 卓文远这样坏事做尽的人 结局自然是不好的 他本来可以苟活于世的 但为了尊严 还是喝下了桑琪帝过来的 下了药的酸梅汤 坏人终有恶爆 对于观众的第一感官而言 是绝对爽快的 该剧油花签词小说改编 讲述了大司马桑公的独女桑琪 应下了一个赌约 要让大雁第一公子燕云芝 收下自己的荷包 并且答应上缘结赏灯之邀 桑琪为了完成赌约 不得不进入国子健 与青梅竹马的卓文远等少年公子们 成为了同窗好友 也成了国子健历史上 唯一的一个女弟子 在这过程中却意外涉及到 一起神秘案件 从此开始与燕云芝 共同调查真相 两人萌生爱情的故事 其中两个人的经历也很坎坷 比如说桑琪被迫如果 而燕云芝则假装娶了女二号 众所周知 赵露丝因出演众多网剧 被观众熟知 本身赵露丝的演技是非常有灵气的 像《喜欢你》 传闻中的陈千千 长歌行都是代表作 演技不说多好 但不至于让人出戏 而且 不得不说赵露丝真的是为甜剧而生的吧 这样的故事很唯美动人 整部剧也是精彩无比 预告中紧凑的剧情节奏 鲜明的角色性格 展现了剧集的 喜甜 调性 有深情款款也有正邪对立 令人期待 关键是 赵露丝和徐开诚的颜值都很高 因此大家才会这么期待这部剧